本院主席,王院長,各位同仁,現在是我們要把過去第六屆立法院所做的錯誤決定給予更正的大好時機 當年要成立特徵組,檢察官不上班,動員好多個檢察官到各個立法委員的辦公室遊說,造成現在這個制度的混亂 雖然過去的錯誤已經造成了,不過我們正在歷史的關鍵的這個跟頭 希望全院的同仁能夠來共同同意,共同支持,我們把這個特徵組這個偵查制度的違章建築把它拆除掉 還給我們台灣原來司法當面的最好的制度,這幾年來我在檢察界的同事跟朋友都分別跟我說 這個特徵組的制度,使得在檢察體系裡面都分出了階級,對於特徵組的檢察官 彷彿高高在上,一氣直死地來行使他的偵查的特權 但是他們在偵查的結果卻由郊遊地方的檢察署來起訴 這樣的制度的混亂,使台灣的制度變成混亂不堪 也是使得有權者有機會利用特徵組可以進行這個特務治國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這個制度我們在本院已經討論很久了 本期在這邊特別要求我們就進行表決,停止討論 停止討論,進行表決,停止討論 現在只是廣萬討論而已喔 停止討論 你提議的書面送過來 你提議的書面送過來 提議的書面 書面,送書面 停止討論一定要有書面 請提出書面的 請提議的書面 你提議的書面 請提議的書面 請提議它的書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会了结结果出席99人 赞成44人 反对50人 期前5人 不难赞成者少数 不难不通过 但是民进党团要求重务表决 现在就来进行重务表决 现在进行重务表决 好 现在 这个两党 两党 大家请安静好不好 请安静 现在两党同意 那么呢 由国民党团再派一位代表上台发言 之后呢 就进行主条讨论 就进行主条讨论 好 现在请国民党的代表上台发言 哦 每党一个是吧 好 那每党一个请徐文中信 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媒体先生小姐 今天这个是一个历史重要的时刻 当初成立特征组 这是一个司法的怪兽 那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这个错误的决策 造成我们这几年来司法的倒退 违法的坚清 亲爱我们人民的通信自由 亲爱我们人民的隐私权 那么造成呢 部署跟长官之间 互相征防 互相坚听 这也是我们国家呢 一个重大的一个缺失 我们今天呢 能够把它废除特征组 是让我们的国家的法治 能够走向健全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全院的同志呢 不要以一党之施 更不要以马英九之施呢 我们要把这个司法怪兽 把它移除 我们要捉除移三害 把这个司法的毒瘤 这样以切除 我们国家呢 司法抵制才会健全 好